过年期间出行旅游旅居给你们点最真实的个人建议 这段时间虽然说没怎么出门 但是感慨是真的多 跟前几年的旅居形势真的是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第一点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提前决定 就比如说住处还有机票 临到年根限定 那个价格绝对是非常高 让你出乎意料 尤其是像去三亚这种地方 季节性非常明显的城市 也给你们透露个小道消息 我在三亚有朋友专门就做这种旅居民宿 他们手里就专门有那种过年出租的那种短租房 我说你现在不租住 你过年的时候你不慌吗 他说根本不慌 就等着过年的时候要高价呢 所以你们就可以设想一下 这样的心态 你们过年的时候去会是什么样的价格 当然我都没好意思问人家价格 因为我知道我问了 那个价格绝对是天价 还有过年你不想人多 想要人少安静肃静一点 而且不想花那么多钱的情况下 其实你们可以去盯准大城市 大都市去旅行 去旅居 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 就比如说广州 上海 北京 青岛 这些地方 因为过年期间 这些地方的人口是外流的 所以住房价格就很低 游客呢 也很少 你们要是有计划的话 可以多关注一些这些省会城市去看一看 这是我觉得不错的建议